菁蘭議員 好 我們現在就準備就緒 那燕函我們畫面也ok了 對 好 待會 好 那各位夥伴好 非常歡迎大家來參加這場 由時代力量所主辦的 所謂第三勢力的發展的興衰 那我想在場各位一定都非常非常關心 这个议题 那广义来讲第三势力当然就是 非蓝非绿嘛 不是那两大就是第三势力 我刚刚很可惜没有赶上第一场的 对话那这是第二个场次 那我先 跟各位逐一介绍 今天在第二场次的所有将会 为大家发言分享的伙伴 首先第一位是我左手边的 台湾绿党的发言人王彦涵女士 好 再来是 台湾激进党的党主席 王兴焕先生 再过去是我们社会民主党的 秘书长 柯钱庸先生 再来是我们时代力量的党主席 王婉玉女士 最后是我们 小民参政的欧巴桑联盟的 召集人林诗涵女士 好 非常欢迎他们来参加这个研讨会 那这个第二个场次 我也不多单为大家时间 不过很有意思的是 我们作为主办单位 将他命名为理念行政党的发展经验 所以我想在座的各位 显然在理念这件事情上都毫不含糊 所以我们就一一先把时间交给他们 那提醒一下就是因为时间真的很有限 很希望跟在场各位 可以有更多的互动跟交流 所以请每一位发言人代表 尽量维持在八分钟以内 然后拜托大家 谢谢 那我们先请我们绿党的发言人 谢谢 好因为坐着会蛮难过的 所以我要起来走一走这样子 然后呢八分钟才是很艰巨的任务 大家知道就是我们政党就是话都很多这样子 好这个是我的主题啦 然后就是绿党大概比较有名的 就是我们很常被选民骂 就是今天来讲大白话 就是觉得我们的政见都会太难懂啊 自以为清高啊 可能就是常常很难跟人家沟通这样子 然后呢因为我们其实 从1996年就出道了嘛 就是那个时候大概是刚解研不久这样子 到现在已经快30年了 然后经历了很多大大小小的选举 那我们最有名的就是 我们选举失败的次数非常多 就远超现场所有的其他政党这样子 对所以因为这样子呢 导致有个学者直接研究我们到底怎么失败的 对那他直接 那今年的这个 这QR Code可以少看到全文看到全文 对对对就是他研究到底绿党 为什么可以失败成这样 对他从2012 2016 2020都有去写 说到底台湾绿党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然后我们最常被问到的问题 就是说为什么德国绿党可以你不行 为什么瑞典绿党可以 他就大概把全世界100多的绿党给我讲一遍这样 为什么绿党可以 为什么台湾绿党不行这样子 那这个当然就是有很多可以聊的啦 但今天时间不太够这样子 所以呢我大概快速的 首先第一件事情我要做的呢 就是呢等一下来快速回应一下实力的检讨报告 因为当时就是义轩就直接说 哎你看一下然后要给我一些意见反馈这样子 然后再来另外一件事情当然就是 从我们自己失败的经验呢 来跟大家谈一下到底从以前到现在政党的合作 大概有发生什么事情 但因为时间有限我就大概不会进入细节 但很欢迎 今天我们希望它是第一场 各个小党坐在一起探讨 然后之后会有越来越多场这样子 好那我们欢迎大家 跟我们一起来走下接下来的旅程 好那这个是回应实力的检讨报告啦 大概是这几件事情 我自己觉得就是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大家不同意的人欢迎我们来对话这样子 首先其实我自己会再看到权力结构这边先 实力会说他们自己就是首先就是可能他们的计票方式 然后再来是他们决定出召集员的方式 这两件事情呢导致他们在许多执行上的困难这样子 然后他们说就是他们的召集员就是先由党员选出党代表 然后党代表选出决策委员 决策委员互相推选 然后他们呢以三大党就是国民民进还有民众党来作为比较的一规说 可是这三大党是他们的党员直接选出他们的党主席 实力不是实力是互相推选的 然后我就想说 台湾绿党其实创党到现在都是用推选的 也就是说就是实力会说这个是他们很特殊的 很特殊的制度 但是我在想可能实力是有一些原因 所以呢他们比较没有时间来看绿党的 我们的推选的制度这样子 对那但是呢 这也其实呈现出了另外一件事情 我在我的写出来的文章里面 其实我也很坦诚就是说 绿党因为我们在选举的成果上 常常都是要嘛就是差一点点要嘛就是败的很凄惨 那实力其实他们一出道呢就马上就取得国会喜次嘛 所以当然他们在做一些议题或者是在做一些权力结构 组织党内民主的参考的时候 他们直接去看那三大党 然后比较没有那个心理来看绿党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啦 这个就是有时候就是一个政治的现实 我们回报谦卑的心情来接受这个事实这样子 对然后再来呢立场的底线 其实我们会看到其实实力在后面在谈的就是说 用时间走的方式讲了很多过去发生的事 那我会觉得可能在我读起来就是说 有一个坏人他姓黄这样子 然后他让实力过去一阵子有点混乱这样 那现在这个坏人走了 我就想说好像绿党也可以用这个故事 以前有个坏人叫浩宇 然后呢 然后但是他现在走了 是不是 但是他走了之后呢 绿党要怎么重申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嘛 所以我会好奇说 当然实力他们很有自己的步调 这个是我真的蛮佩服的 我们真的是要去学习这件事情 还有实力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开会 我在提说我们是小党 实力就说没有不能称自己小党 我们要长大 可是台湾绿党在这一点上 其实我们跟很多小党不一样的是 我们的六大核心 我们的理念太清楚了 清楚到有时候 我们没有什么妥协的空间 这个是我们的全球绿人宪章 是全 2001年的时候七十几个绿党一起订出来的 里面六大核心价值 包含说我们对很多 很多的社会议题的立场 那个是不容妥协的 所以全世界的绿党跟台湾绿党 我们自始就知道 我们不可以打 因为我要追求选票最大化的话 有些我们的核心价值就会被消灭 只剩三分钟 好 OK 所以呢 这个是我们跟实力在理解自己的 政治光谱的定位 还有规模上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但是呢 接下来我们可以怎么样一起的合作 我觉得就会是有趣的 好 那这个是过去绿党合作的历史 这个是2008年的绿火盒 我们跟人民火大行动联盟 我觉得这名字取得很好 应该到现在大家都还是蛮火大的 希望我们接下来可以继续沿用这样子 然后是2016年的绿社盟 就是那个时候我是在帮地方的 立委候选人选举啦 然后我知道其实那个时候 对大家来说带来了很多的 希望跟创伤 有很多要疗愈的部分这样子 然后2018年开始其实 就是我们就 其实2016选完 大家觉得很沮丧 就是2.5% 实力今年也是2.5% 对 然后亦轩说这是绿党 绿社盟跟实力的灵魂交换这样子 好 就是在那之后其实蛮多人 就是回到学术圈或摄云节 就是绿党很有趣的就是 我们在呼应 我们在回应这个社会 我们在选票上 我们好像绿党一直在 要取的选票上 好像很难 掌握到那个诀窍 所以我们发展出了一种生存的本能 就是呢 选举的时候大家赶快就是 前半年前一年聚在一起 然后大家努力 但是呢选完之后我们就赶快回去 想办法生活 比如说回到公民团体 然后回到学术圈 这个是就是绿党到目前为止 蛮常见的一个模式这样子 当然我们希望未来我们可以取得 补助款 然后可以真的让我们办公室的人力可以稳定 绿党现在是没有任何全职或兼职的 包括我 然后再来就是 未来会怎么样 我们就很期待这样子 好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这边时间轴 我就不特别的说啦 那大概我要表达的就是说 大概就是一个 快要30年的历史 然后2014年就是太阳化之后 其实绿党也取得了席次 我们一直到2018年 都有持续的取得地方议员的席次 包含主要在新竹 在桃园这边 但是呢 我们就是我们培育出来的人才呢 因为如果他们想要在政治的阶梯上 继续往上爬 或者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足够的经济 或者是其他的资源支助他们 他们就会默默的被大党吸走这样子 对 所以我们也是一直就是很辛苦 即使要留人 我们也不可能就是要求他们都留下 但就是其实我们对于 自己在一个政治的定位里面 全世界绿党都是一样 其实每次其他国家绿党来看到我们那个党办 就是大概介于仓库跟废墟之间 他们都可以理解这样子 因为他们在自己各自国家里的那个 就是政治光谱里面 不管哪国家绿党其实都蛮辛苦的 大家要知道就是即使有联合执政过的绿党 也是因为他们社民党先取得执政权 然后找整个左翼联盟大家联合执政 所以其实我们的自我定位很清楚 然后我们在面对选举策略的时候 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 那我们很期待接下来可以跟其他政党对话 然后大家可以相互的学习 我看一下后面还有什么 好 对那对我来说啦 就是全世界的绿党呢 其实一直以来 包含现在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查一下欧洲绿党 里面绿党也是跟其他自由派联合的 而且有一些是可能只有单一的国家 只有单一个一个大家没有听过的 比较左翼的小小小小党这样子 对因为对我们来说就是世界主义 合作主义是非常重要的价值 那回到 回到就是 我们绿党其实整个全世界绿党的核心价值里面 一个很重要就是 去人类中心 就是人类不是这个世界上非常 唯一仅有伟大的万物 所以环境的正义 跟社会的正义对我们来说同等重要 那要达到环境正义 我们当然也不能遗落任何一个人 那在这过程里面呢 绿党另外一个重点就会是 包含是性别啊 包含是一些比较少数的族群 等等等的大家这种比较容易被 边缘化被歧视的这些族群 也是我们希望接下来 刚刚其实前面一场就有提到的嘛 某一些的议题大党不想做的 那我们绿党愿意做 然后我们是不是第三势力 大家可以一起来做 这样 好哦 那这个其实是我刚刚拿的那一本嘛 全球绿人宪章里面 他后面呢 我觉得他们应该也是因为太苦了 苦到后面变得有点幽默这样子 对后面 最后一句话 就是说 我们最后呢 在这个持续要推进理念过程里面 我们不忘要以友谊乐观愉快的心情呢 互相扶持 然后不要忘记乐在其中 那这句话就送给大家 谢谢 非常谢谢晏涵 非常精准的 快速的 把所有的重点都表达出来 那我觉得刚刚看到 那个简报上面写 社会革新是目的 政治权力是过程 不知道这个想法 有没有可能成为 在座所有理念行政党 愿意一起携手合作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底线 好那我们接下来邀请第二位 我们是激进党的主席 来帮我们分享 如何操克民主杀死民主的困境 这很有意思的标题 我们欢迎 主办单位 各位伙伴以及 以及各位公民朋友大家好 因为那个时间有限 所以这边等一下 那这边是那个简报 但是那个连结呢 其实有全文 那所以我现在我的这个 跟大家的报告呢 其实我会就是 用比较简要 而且用大家觉得听了 比较不会打瞌睡的方式讲 那如果想要知道全文的话呢 那也是说请各位花一点时间 2000多字的一个全文 可以拨广看一下 那么我其实是 首先是要跟各位 所以感谢各位是都是关心台湾 新政治台湾政治结构的僵局要如何解决的 有这样子积极的公民性的公民 公民只是一个国民身份的认定 公民性它才是真的展露出对于公共事务的关怀这样子的一个性格 那么为什么我要特别感谢 因为台湾激进 我们创党十年 但我们的一个外在的形象 或许是激烈的 激昂的 有时候是比较凶的 或是说我们高唱台湾民主主义的 我到现在还是敢讲台湾民主主义 虽然我一直觉得民主主义 是在被台湾的学界污名化 不过这个东西就不用扯太远 台湾激进是一个政治性格鲜明 政治立场鲜明的政党 所以在很多时候会觉得说我们是不可沟通的 所以我今天很高兴能够有这个机会 跟大家介绍台湾激进的 和蔼可亲以及动人之处 这样子 好 这样不要挡到 OK 好 我先给各位看这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在2009年 在维也纳的一个旅馆的房间里面照的 这是台湾激进的烂伤 台湾激进从台湾正式组建 是2013年那时候叫激进测译 但是在这之前 我们经过了十年的构思 我们不是一时的冲动 觉得台湾需要政治改革 就出来做政治 在21世纪初 有一群青年 我们踏上了欧洲的土地 有散落在法国 像我在法国 我们的战友 台湾激进的创党主席 陈一琦在荷兰 还有人在德国 在比利时 在西班牙 在英国 那时候我们除了对知识的热情以外 其实是因为对台湾这个乡土的信念 所以我们集结 那个年代 2008年到2016年 那时候我们都还在 几乎都还在欧洲 那个年代 在台湾是什么年代 那是马英九执政的年代 那是马英九执政 把台湾锁进中国千疮百孔的年代 那个年代也是压迫越大 反抗越大的年代 所以就像是日本 从木默到二次建国 有一群制式要集结 我们那时候认为说 台湾也需要有一股这样子的力量 来冲破这个保守的氛围 用一股新的力量 来与民进党既合作又竞争 才能够真正取代国民党 所以 我所谓的取代国民党是指 让台湾的政治变成是 都是本土政党在进行竞争 跟轮替的这样子的政治结构 这个东西没有办法靠民进党独立完成 因为不论民进党 在努力 在优秀 在革新 在壮大 他有一件事情永远做不到 就是民进党无法同时执政又在野 这是政治逻辑问题 无法同时执政又在野 但是民主政治 必然有在野监督的需求 所以我有一些观点 我的政治分析 或是台湾激进 对于台湾政治局势结构的分析 可能跟刚才各位所听到的 所谓的第三势力的空间的必然性等等 有一些不一样之处 那也请各位就听听看台湾激进的观点 或许在现实上 在事实上 台湾第三势力的空间是如前面的前辈所言 但是我们认为在 在那个就不是只讲实然而讲阴然 在阴然上台湾需要第三势力 不是因为会对建制派政党的必然冷漠 而一定会有所谓的新的空间 也不是民主需要多元活水的井上添花 这是在欧洲在美国正常国家的第三势力的必然土壤 台湾为什么一定需要第三势力 因为我们目前的政治结构是 台湾党跟中国党在进行竞争监督跟轮替 这是不正常的 我们必须要让台湾的政治结构 都是台湾党在进行 这样子才能够有真正的监督 才不会一监督就变成恶斗 也才能够放心轮替 不会每一次都用亡国感 这样子的台湾的政治才会正常 民主才会正常 也不会让我们的民主成为中国拿下台湾的破口 所以第三 但是如何取代掉国民党 就像我前面讲的 民进党在努力 无法同时执政又在野 所以一定要有忠于台湾的政党 去取代国民党作为在野党 而跟执政的民进党 形成真正的本土政体的结构 本土政体不是本土政权 本土政权就是现在 本土政党执政就是本土政权 本土政体就是执政自理 在野监督 通通都是忠于台湾的本土政党 不管怎么竞争轮替 都是以台湾优先 轮替我们也可以放心的轮替 我们是这是台湾激进的政治愿景 所以我们那时候 我们有了这样子的一个 这算是台湾激进的一个滥伤 然后再来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 我的战友陈一琦 他就从荷兰回到台湾 就担负了一个很艰辛的工作 就是创党 所以台湾激进其实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所以我们这一创党的时候 我们就是非常的旗帜鲜明 我们的主张可以约化为两点 第一个 在国家认同主张台湾独立 第二个在社会议题主张公平争议 当然我知道现在 大家对台湾激进比较鲜明的印象 应该是第一点 不过我还是可以再说一下 我们的这个台湾独立其实是不只是反抗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侵略 我们是坚决反对中华民国体制 我们认为台湾人要自己的宪法建立自己的国家 好 那请再下一页 那么所以这是我前面已经有稍微提过了 就是其实在谈第三势力的未来 未来应该如何发展以前 我先回到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台湾为什么需要第三势力 是我前面讲的 因为我们现在的民主结构是不正常的 既然台湾党跟中国党在竞争 美国共和党跟民主党都是美国党 日本的自民党跟社会党都是日本党 我们台湾为什么需要第三势力 因为现在是台湾党跟中国党 但是目前的民进党不可能一统执政跟在野的版图 所以我们需要第三势力站稳监督的角色 我跟各位报告一个讯息 我们看到这里可能会对那个民众党会不好意思 我说我们会看到 这一次不管是总统大选或是这个国会的政党票 民众党跟国民党有40多%的选票 但台湾亲中想做中国人想跟中国统的名义不到8% 所以不能把投给蓝白的票 这些公民的意志当作是中国统路的人 当作想要统 我认为这里多数多数这些公民选择蓝白 是因为他们选择了监督跟制衡 他们不能够让一党独大 绝对的权力会造成绝对的腐化 他们投的是民主政治需要监督制衡 这是一种善意 所以我始终反对把小草当脑残 我认为这是一个善意 但是我先说这个善意是不是 去错地方了 那好 那所以我讲的就是说 要取代 要改变台湾的政治结构 所谓的本土的第三势力 要占的一个最重要的位置就是 它必须是一个 让公民有感的在野监督的政党 透过一样是忠于台湾 以台湾为优先 但是可以作为一个称职的在野监督 而不是像现在蓝白联军在国会的作为 这样子才能够有效的召唤目前 支持蓝白的这一些 它其实要的是监督 而不是要中国的这样子的一个公民结构 那这其实更是除了是我们第三势力共同的课题 更是台湾激进的课题 因为台湾激进长久以来的形象 就是民进党的特异 好再下一页 好那这里跟大家讲 那么在我们台湾激进的起手是 国民党不倒台湾不会好 这里其实也跟前面刚才那个坤英雄讲的 可能是有一些不一样 就说不是要把谁斗倒第一第二势力 但是我认为那个第一第二势力 那是一个正常国家的一个发展 这样去看 第一第二第三 台湾就是不正常 中国党没有资格 就是一个不效忠台湾的政党 在台湾要禁足政权 好这是第一个是那个国家忠诚的问题 第二个 纳税可以存在吗 纳税就算再重于德国 基于转型正义的精神 民主价实的这个落实 纳税是不能存在的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主张 国民党是没有资格存在台湾的 基于转型正义 基于对台湾的忠诚 基于中国这个外敌 所以我们一开始很清楚 就是用这个作为起手势 但这个起手势看起来简单 可事实上包含两个政治战略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 先推出本土政权 因为我们组建的时候 还是马英九执政 所以我们希望 能够有一个台独形象 非常鲜明的政党 把民进党推挤成 他的形象是比较温和的 比较是维持现状的 所以我们希望这样子来促成 本土政权诞生 但是光本土政权不够 我们还需要本土政体 这样子民主才能够巩固 才能够正常 然后透过民主巩固 才能够真正的完成国家打造 否则我们的民主反而会成为国家的破口 好那请再下一页 那么所以那这样子就回 顺着台湾为什么需要第三势力 我们就可以再去回答第二个问题 台湾需要怎么样的第三势力 我始终认为我们需要的是 比民进党更坚持台湾主权独立 更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的第三势力 而我在这里要做一个 十年的回顾跟批判 我们这十年第三势力风趣引用 包括李慧仁导演的那个迈向权力之路 我就一句话来概括 这其实就是一个民粹政治的操弄 为什么 因为整个核心诉求就是新等于好 我们有说新政治不好 一个正常国家 对建制派政党感到不耐烦的时候 会有新的力量产生 新的力量出来的时候 他不能只是说 旧的是臣服的 旧的两大党 旧的大党都是不好的 我是新的 所以我是道德的 我是好的 所以请支持我 这叫做民粹 新没有不好 但是他必须要说 正常国家他必须要说什么 我的左右路线是什么 我对于各种社会议题的路线是什么 他不能够隐藏自己的政治立场 只诉求一个新 但我们回顾过去十年第三势力 所主导的风雨 是不是就在一个新上面做文章 若诉求一种道德 所以今天 因为道德崩坏 我们看到好像也是第三势力就 或是民众党就有了某种的崩坏 但我必须要问一件事情 当时塑造民众党或是以前 皇国昌将风起云涌的民粹结构 民粹温床也有没有改变 如果没有改变 大家仍然是在追逐民粹 以政治民心来聚攏民粹 那么这个只会一直是循环 寻找一个道德无瑕的下一个政治民心 然后破灭以后再寻找下一个 几次以后呢就是对政治冷漠 所以必须要拒绝民粹 第三势力必须要是立场鲜明 政策鲜明 以此来对社会进行政治说服 这始终是台湾基金从一开始 组建的第一天就旗帜鲜明的 说出我们的立场是什么 我们用这个来说服多数人 而不是我们去看多数人喜欢什么 我们去迎合多数人 这可能也是台湾基金比较面目可争的地方 那请下一页 好那这里 就讲到说我就是也是做一个自我推销 那么 这样子的脉络下 台湾需要什么样的第三势力 要左 然后要毒 没错 左毒 其实现在左是被污名化了 但左毒我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公开提 我们要左毒 左毒是交织 毒左或左毒都可以 如果在毒这一面 我今天 这是在520 賴清德总统的救时大典 那 我很荣幸因为坐到贵宾席才可以被看到 在唱中华民国国歌这个环节的时候 大家起立 我是不可能起立 我认同 我尊重 我承认 賴总统是台湾共同体民意的选择 这是他的权利的正当性 但是我完全不认同 中华民国体制 我也不认为台湾的民意必须要屈服于中华民国体制 所以我在那个场合我不可能起立 就像当年的孤宽敏先生一样 同时我会举着台湾独立的旗帜 我做这个动作是想要告诉 整个台湾社会或是所有台湾意识的选民 在一片像中华民国台湾靠拢或妥协的时候 是不是仍然应该有一个坚持对中华民国不妥协的这样子的政党 他继续存在台湾政坛 所以对我来说 这就是台湾激进还必须要存在 不管我们是怎么样的屡败 我们还必须要屡战 这个关键所在 那最后呢 就跟大家报告 我们台湾激进要如何再到在一起 因为我们是遭遇了创党以来 这一次选举是最大的挫败 那挫败的原因的结构呢 第一个很简单 我现在因为没有时间了 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面临的结构 台湾激进跟其他的里面的行销党 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我们的台独的旗帜太鲜明了 我们被认为是深绿 但是是小绿 量体小 我们比民进党更反对中华民国 更坚持台独 所以是深绿 但是我们的量体小 所以我们是小绿 然后所以在整个犯绿的局势危险的时候 清绿的选民一定会保大绿期小绿 这是结构之必然 好那是这样 那但是呢 我们还面临另外一个课题 是在座小党没有的课题 清绿的选民放弃我们 但是本来就对蓝绿不喜欢的选民 根本不考虑我们 因为我们是绿的 所以我们面临了双重的放弃 那这是台湾激进的一个困局 那面对这样的困局 我们必须仍然要坚持台湾独立 这一点是没有解释的 没有讨论空间 如果不坚持台湾独立 这个政党可以解散 这个东西只能比民进党更鲜明 台湾独立 转型正义 对抗中国 但是同时我们必须务实的去回应说 那么对蓝绿不感兴趣的选民 或是觉得只有台湾独立 这样子的政治主张 只有国族认同 还不够的选民的时候 面对这样子的公民 他们需要的新的政治是什么 是一个可以作为在野监督的力量 台湾激进过去就是因为 我们的形象是作为小绿深绿 所以跟民进党是绑在一起的 我们一直没有真正的说服公民说 台湾激进可以作为一个称职的在野党 所以这是未来努力的目标 必须要作为一个称职的在野党 而作为一个称职的在野党 并不是像黄国昌那种 黄石那种加冲 不是在那边闹 很重要的是 第一个当时台湾优先 第二个我觉得更重要的 就是专业 必须要调准议题 经过专业的研究以后 来跟社会进行报告跟说服 那这才是台湾激进未来 所必须要用二分之一的力量 就是二分之一 我们继续谈台湾独立 另外二分之一 我们必须要谈社会的公平争议 必须要找到议题的切入点 那这是台湾激进 那至于是说小党的这样子的一个合作 那未来应该要怎么做呢 其实这是一个原则 今天整个台湾社会 其实经过民众党的这一些起伏 或是过去时代力量这些事情 其实台湾社会仍然对于 真正关键的台湾所需要的第三势力 是充满期待的 但大家面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虽然我觉得你这个党不错 但是我给你这张票没有用 因为你们没办法有席次 这个票会浪费 我在选后我收到多少多少 深绿的前辈 甚至说我们才是真正的台独今孙 我遇到他们 他们捐款他们来跟我道歉 一边捐款一边道歉说 这一次民进党危险了 所以只能投民进党 我不会怪他们 因为我们不是有效的选择 小党们其实也会面临一样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务实的 这个务实不是现实 希望他们对于蓝绿都不满 或对于现况不满的 这样子的一个不满 他们所支持的这个 所托付的这个选票 可以成为一个有效的力量 有效的选择 那这时候很重要的就是 这个市如何起来 我们总不能说 你投给我们 我们自然有效 这是鸡跟蛋的问题 鸡跟蛋的问题 这个无解 所以必须是 我们是反求租籍 我们如何先形成一个市 这个市让这个公民 让支持第三势力的公民 会认为说 这个市成了 这个市或许是有效的 因此而增加了 对于支持真正理念型的第三势力的结合 有信心的这样子的一个投票行为 所以我这里就是要 像我前面的那个 联访的记者会所说的 我们必须要务实的思考 如何积极具体的回应 第三 这个公民社会对于第三势力的 务实期待 所以我把务实加了引号 以上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行患非常旗帜鲜明的 直接跟大家说 台湾社会需要第三势力 是一个左读的第三势力 或者用比较大众的话 它必须要是一个本土路线 但关心公平正义的政党 不过我也就 再追问一下 也许对大家也比较重要的课题 是我们如何让这个本土路线 不等于所谓民进党或绿的路线 而是有其他的想像 又或者什么叫本土路线 一定要是台独吗 那什么叫公平正义 接下来要发表的是 我们社会民主党的秘书长 包括社民党整个党纲里面等等 在这件事上有非常多着面 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他 好 大家好 我是目前社民党的秘书长 我叫钱庸 那 虽然我们这一次要谈的是 所谓理念行政党的发展经验 但我们这一次想要跳开 就是大家可能比较常 凭感觉去谈这个 什么叫理念 那我们想要谈一下就是 以选举资料来看 或者说以民调资料来看 那到底信单事例 在目前台湾的一个发展可能性 到底在哪里 这样 那这一篇的文章呢 就是文章跟简报的部分呢 我们是由这个 我们的评议委员跟我 就是分别制作 那 相关的资讯呢 都可以在这个 主案都会提供的云端里面 可以看得到 好 那首先先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资料来源的限制的部分 首先这个资料呢 民调资料都是来自于 选严的一个调查的 这个 每年他年度都会去做这个 政党的认同度的调查 那他是一个电访的状况 那再来呢 这个选举资料 当然就是从选举资料库来的 那 问题是在于说 民调它是一个集体的资料 所以他没有办法推荐到 每个人的个人行为 那选严的调查 他不是针对同一批人 从20年前到现在 去看他所有的 政党偏好的一个变化 他每年的一个抽样 都是不一样的人 所以他没有办法去推断说 同一个人他在不同的时间点 会不会因为不同的政治时事 而有不同的一个投票的状况 那再来我们的选举资料 基本上应用的都还是中央的层级 我们并没有去看在地方层级上 到底各个小党 例如说 时代力量在新竹 他有相对比较好的一个民意支持 或者说基进在高雄 有比较好的民意支持 我们并没有去看这个部分 我们看的是一个整体性的 那再来是2024年的资料 因为他的资料 今年只到了年中而已 所以他有下半年 那下半年是不是会有一些 在民意的支持上 会有一些变化 这个部分我想大家应该都 可以再好好期待一下 那最后呢 我们在这边用的是一个 吹票率的概念 就是吹票率它不是一个就是 我用所有的投票人数去看 到底得票得几% 而是我从有去投票的人里面 看实际他拿到 这些有投票的人里面 拿到多少票 这样 这个是在目前的政治研究里面 以吹票率来说是比较能够反映 实际上选民他的一个支持程度 与否的一个概念 好 那我们再来就进资料 第一个是我们看一下 总统票大家怎么投的 好 这张呢 大家可以就是如果在现场可以先看一下 那如果在线上看不到的话 可以看一下那个云端的简道资料 那直接讲国民党 首先天后国民党的选民 我们过去都很常认为说 哎 讲自己支持国民党好像有点 那个不太好意思讲出来 但其实没有 从资料上来看 这个国民党的民调表现 跟他的投票率基本上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 他会说 我在电话里面回答 我的偏好是国民党的 我去投票就会投给国民党 这个意思代表什么呢 代表说国民党的票仓非常的稳定 他的票仓基本上都是铁票 也就是那三成 大概 现在比较低一点 现在大概两成多 以前大概是三成 这两成到三成的人呢 基本上去投票就是投给国民党 那对中间选民来说呢 国民党是他们的选项吗 不是 因为他的得票就是来自于他的铁票 所以中间选民如果他想要投不一样的选择 他会投国民党 他不会投国民党 那2024跟2020的国民党的吹票率 明显高于他的一个民调表现 在这边 这里 红圈的这两个位置 那为什么呢 我想大家应该知道啦 就是在民党的第二任嘛 那民党第二任 因为你不想投民党 那你会投啊 你就会投民党 这样 所以这部分的话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那对民党来说呢 民党的总统吹票率 一直都高于他的民调表现 在这边可以看得到 实现的绿色是 民党的总统吹票率 然后虚线的绿色是民党的偏好 在这边呢 其实可以看到都有蛮大的落差 好 那意思是什么 意思就是说 除了基本盘以外 民党更容易去吸到中间选民 或者说他可以吸到有利票 那这部分呢 就是民党他在 从他开始从2020 从2000年开始执政到现在 他基本上他打的就是我的进步议题 然后他相较于国民党的保守派 他是 我们可以说如果以光谱来说 他是更为偏向左边 这样 当然他也是在右边 好 好 那2024年的民调表现呢 在这边 就是目前来看 他的民调表现是首次于高 高于他的当年的车票率 也就是说 蓝星德这一次 他的总统票不只 对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低 然后呢 他拿的也比他的支持度 比他原本应该预期要拿到的票 还要再更少一点 对 但到底他的2024整体来说 民党的支持率掉到多少 这个就要看下半年的数据才会知道这个状况 好 那再来是中央选民跟第三司令的部分 因为 在过去所谓的第三司令的总统候选人 基本上都是亲民党的宋楚瑜先生 只有在2024年的时候 由民众长柯文哲先生 出来参选总统 所以在这之前 第三司令吃到的票是吃到谁的 是吃到国民党的票 对 所以 在这里面呢 我们从 这个抽票率来看 中央选民他会在总统代表投票 他如果有去投票所 他就会总统票 政党票一起投 嘿 他不会只投同一个 那 其中有三成的人 是在台湾 基本上是不会去投票 也就是台湾的投票率 大概都在六成多 所以这三成基本上就是不会去 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动员他 他都不会被动员到 他就是我们俗称的政治能感 那第三司令在这里面 会吃到谁的票呢 就是宋楚瑜吃到国民党的票 那 柯文哲吃到谁的票 吃到一部分国民党的票 然后 多数的 会是游离票 好 在这里 从这边可以看到 黄线的部分是 黄色实现是 这个柯文哲的支持率 然后 橘色的虚线是第三司令 基本上是一个非常一致的 一个呈现的趋向 对 所以在这边 好 这是总统的部分 那 简单巧结的就是总统大学来说 蓝绿的基本盘是很稳定的 那第三司令可以争取的票源 来自于游离票 那 基本上你的立场即使 即使你在立场上 你的认同偏中立 但你的总统大选 仍然会支持在特定的候选人 好 这是在台湾的这样的一个 总统选举的 一个 选制上的一个状况 那 你支持蓝绿以外的选项的人呢 就是到底第三司令的吹票率 可以有多少 还可以吹到多少的票出来 这个要 还要再有更多的这个资料 才能够去证明它 好 那我们来进到 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 小党的正常票的部分 我想要跟大家稍微做一点互动 因为大家都没有什么互动 今年 是今年年初吗 就是2024的总统大选 你的正党票是投给蓝绿以外的 可以举手一下 如果是线上的直播的朋友 就是如果你是你的正常票 投给蓝绿以外的 麻烦你打加1 就我们现在大家很喜欢嘛 就喜欢加1 这样子 就请打加1 好 那个现场可以稍微再举高一点 让我看一下 好 现场大概有 八成快九成的人 都是投给蓝绿以外的小党 好 谢谢感谢大家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整个台湾到底怎么投正党票的 这张也一样 就是大家可以回去点报自己看 那基本上国民党 一样 他们的民调表现跟他们的出票率 基本上是一致的 那 2020年跟2024年 虽然他的民调有点下降 在 在这边 2020 这里 就是这一条 蓝色曲线掉下来这边 虽然他有点下降 这样 但他的一个 得票的 就是政党票的得票 基本上是维持平盘 这样 那 他有可能跟总统候选人的声势 例如说2020是韩国瑜 或者说跟这一次的政治情势有关 这样 但这部分的话就一样 需要更多资料才能够去确认 那民党的部分也是一样 他的民调表现跟吹票率基本上也是一致的 那 只是他近年的民调表现呢 是明显高于他的吹票率 也就是说 在 那个选言的电话调查里面 他会说 欸对我是偏好支持民进党 但我去投票的时候 我政党票不会给民进党 这意思是什么 意思就是说 原本应该要投给民进党的政党票 留到了第三势力去了 这样 所以 他可能不投票 他也可能投下其他政党票 那就像我们现场看到的 这样子 好 那 投给蓝绿以外的其他政党的 这个抽票率 虽然高于愿意表态的 这样的第三势力的选民 就是 你 心里不会说 就是你接到电话你不会说 欸我支持第三势力 或者说我支持某一个 特定的小党 例如说我支持时代力量 我支持民众党 你不会在 电话里面这样讲 你说偶尔我可能是选人不选党 或者说我目前保持中立 但我去投票的时候 我就是会支持蓝绿以外的选项 那这部分就是 第三势力或者说小党们 要去努力争取的票源 嘿 那 有没有可能挖蓝绿的墙角 当然是有可能的 因为 大家都知道我们 台湾全民最喜欢的就是分裂投票 因为我就是要监督你嘛 所以我总统就投绿色的 我的 政党票我就投蓝色 或者我都投其他颜色 这样 这个部分是非常 常见的一个投票的倾向 但是这个前提是 蓝绿两党并没有积极动员 什么叫没有积极动员 意思就是说 今天民进党没有说三票民进党 的这个时候 小党拿到民进党 拿到原本要投民进党的政党票的机会 才会变得比较高 如果今天民进党 一直说我告急 我选情超告急 我再 你再不投我 我这一任就没有 没办法过半了 我什么事情都没办法做了 这个时候 大家就会乖乖回去投民进党 好 那再来呢 我觉得还有一个蛮重要的项目 就是大家可能在 这一个小党 记者 这个小党讨论上面可能会相对比较 比较忽略的事情 就是 政党票的选项 其实不是只有 我们台上的这几个小党 就是在这几次的选举里面 2016年呢 政党票的上面有18个小党 2020有19个 在今年有16个 意思是什么 意思就是说 16个小党里面 每一个小党只要分0.5% 这里就有8% OK 8%什么意思 8%可以让两个政党过4% OK 好 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吗 所以 政党票上面有几个选项 就是大家会很懒嘛 大家就拿到票 我就不想看 我就直接盖下去嘛 那所以 董事长排在尊位第一的 他的票可能会比其他的再高一点嘛 这个是有可能的 大家不要笑 真的有人会这样 就是 我就是懶得看 那么长 我怎么知道我要盖哪一个 我就直接盖第一个嘛 对 但是这个是抽签的结果 所以也不能够做这样什么 但是 这部分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就是 虽然还有很多的 小党他不在现场 但他实际上是会有票的 好 那 刚刚讲到分裂投票 这个是王文文老师 他在选后做的一个分析 他用的是 368的乡政的 吹票率 跟 这个政党票的吹票率 可以看到他基本上 藍绿两党都在一直线上 意思是什么 意思就是说 今天藍绿只要说 我选群告急 三票都要投我 那他的吹票率 就会长这样 就是基本上 我在政党票 跟我在选 选举人的票 盖的票 是一样的 这个就是 藍绿两党目前的一个做法 那也是对小党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因为你就很难 从他们的身上 再挖走其他的票源 好 那到底第三势力的机会在哪里 首先 表态其实第三势力的 可能真的会选 非蓝绿的政党 那重要的是 我们怎么样去争取到 这些中立的人 这些不表态的人 那以目前来说 目前的台湾的一个 政治认同的分布状况 民进党有25% 国民党20% 那不投票会有三成 所以这样加起来 就有75%的人 基本上他的选项 是相对固定的 那潜在鱿鱼票有多少 大概是15% 也就是说这15% 很有可能是会 所以在我今天知道 明年要选举了 然后我开始看各种各样的 政党的资讯 之后 我在进投票所的时候 我才决定我要盖谁的人 那第三势力的稳定支持者 大概有多少 大概10% 不过这个部分就是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民众党这一次就过10%了 所以这部分可能还会再高一点 那 因为总统跟立委是同时投票的 那很少的人 会只拿其中一张票 非常非常的少 因为现在的选务人员也都被交说 请不要问他要拿哪一张票 请两张一起给 所以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如果第三势力没有自己的总统候选人 你要怎么样说服 选民投给你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 如果你不像民众党 说民众党请两票都支持民众党 如果你没办法这样讲话 你怎么说服他说 我是一个比目前的执政党 或者说目前主要的在野建筑党 还要更好的选项 投给我是有意义的 这个部分就是 我觉得是 接下来大家可以再多想一些 好 那 这边就一样是简单的小结 就是在蓝绿龟队的情况下 政党动员会影响小党的撤票率 那对两大党失望的人 通常会转向小党 但是 这个事情呢 就是有待 有待更多的那个 資料去证实 就是他到底是 会愿意投小党 还是 就我就再也不投票 我就不关心政治了 这部分是有待证实的事情 那 再来 你不表态支持第三势力 他也是你的票 所以 不要放弃任何人 就是在这个部分 就是要去努力的 我们第三势力 就是要努力的去说服更多的人 认同你的理念 愿意去支持你 那 最后就是 如何去凸显 选民要投给小党的必要性 是大家永远的命题 这样 好 那在资料之外呢 就还有更多的资料这样 这个呢 是一个 一样也是选人做的调查 这个是 台湾人认同的部分 那 可以看到在这边 最新一个时间点的资料 大概有接近六成多一点的人 是认同自己是台湾人 六成多一点 但是 在2024年今年的选举 投给偏好民众民进党只有31% 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在这六成多的人里面 只有一半的人是选择投给民进党 那还有三成去哪了 我觉得大家要好好想一下这个问题 就是 我认同我是台湾人 但我 在投票的时候 我没有直接就投给民进党 那到底是民进党在他们的 这个统图立场 或者说他们的台湾人同上 出了什么状况 还是说 这三成认为说有更好的 选择 可以去选 这个部分我觉得大家可以在 这样的一个 把这个 把这个资讯记在心里 这样 好 那最后就做一个 比较相对 我觉得有点 稍微尖锐一点的结语 让我们在文章里面 其实写的更尖锐 我只是把一些 比较相对淡一点的东西拿出来 首先就是 选举规划 基本上决定的选民 你只要去投票 就一定会有两张 那 所以 你没有人参选总统的话 那你到底要支持谁 小党必须要很明确 喊出我要支持谁 但是我会做些什么事情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大家都应该要去做到的事情 而不是去回避说 我不支持特定的总统候选人 但是我说我一定会监督被选上的人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我觉得大家不应该去逃避 去说 我到底要支持谁 这个事情 好 那在目前游离票就是15% 如果要扩大的话 我们要怎么样拉 浅蓝的人 要怎么样拉浅绿的人 你用什么样的理念 用什么样的实际的 作为可以去说服到 这些可能有机会被动摇的票 然后让这15%变得更大 可能变成25% 然后变成30% 如果我们小党的这些得票率 有机会到30% 我们才有机会变成是所谓的关键少数 好 那在国主认同的部分 跟政党认同 其实没有完全的相合 所以大家都还是可以再考虑 到底我表态 我的国主认同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它的用意 它的可能性 它会造成的反应是什么 那最后是民众党的这个车票率 在2020跟2024 从8.2%变成15% 等于是成长了一倍 那时代力量从5.7到1.8 大概少了大概三分之二左右 那这样的一个车票率变化呢 对于有意要争取这些政党票的 所有的小党来说 其实都是一个蛮大 然后蛮重要的 应该怎么讲一个警讯这样 虽然我用警讯 但这有点不太好意思 但是用警讯这样子 就是到底实力在这过程中 就是如检查报告里面所讲的 这个明星化 对他们来说的影响在哪里 那民众党同样我必须要说 它也是一个明星化政党 那同样都是明星化政党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 吹票率的一个变化差距 那 好 基本上呢 这个结论就到这边 那也欢迎大家就是 虽然社民党呢 就是 目前跟绿党一样 就是没有任何有几值的公职 在党内 那我们的党员人数呢 也相较于实力大概是二十分之一左右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看一下监导报告大概剩多少人 但是我们还是努力的在我们的位置上 就是希望可以继续的监督台湾的这个执政党 然后去关心各种各样的公共事务 所以也欢迎大家就关注民党 然后可以 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加入我们的社群 可以跟我们一起有一些讨论 这样子 谢谢 好 谢谢钱庸透过实际大选的资料 来跟我们分析了现在第三十分之一 在台湾实然的发展空间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邀请 我们时代力量的党主席丸玉来跟大家分享 好 作为主办方 我想应该有个第一个道歉 就是说我们的确一开始抓的这个发言时间 是大概十分钟左右 不过在我自己准备完发言内容之后 发现十分钟真的有点短 所以刚刚大家在slider上面提到的QA 可能没有办法逐一回应 然后也会拖到一点点今天的活动时程 跟大家说声抱歉 那第二个就是要跟大家抱怨一下 就是我们在座的各位 而且我们在讨论的时候那时候跟大家邀2000字的稿 大家说很难很难很难 结果到昨天的时候大家不但丢出了2000字之外 刚才前面看到都准备了投影片 所以导致我们这两个没有准备投影片的小党有点抱歉 不过我觉得抱怨是假的 但是真的非常感谢大家愿意一起来参与这场 有我们所主办的研讨会 因为我觉得第三势力如何能够合作 我觉得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 那我想在座的大家也都认同说 我们应该要一起努力把第三势力的柄做大 所以非常感谢大家这么的认真的来准备这场研讨会 不但准备了文稿之外也准备了投影片 那接下来就是回到今天的主题之一的就是理念型政党发展的经验 那我在2019年的时候受到时代力量邀请参与了时代力量 那即将到现在即将届满了五年 那我自己从一个科技工程师到全职妈妈 然后成为菜鸟立委到现在成为党主席 时代力量创党也接近快十年的时间了 我参与了大概接近一半的时间了 过去这一段我没有参与到的时间的这些事情 我们从口述又或者是从一些资料的爬书和整理 我们试图去了解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也都整理在我们的检讨报告上 跟大家做一个说明了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在于今天特别想要聊聊的部分 是从两个角度来看 我们在这件经验当中看到了些什么 和未来应该怎么来做调整 那第一个是我觉得台湾的政党 大概有几个发展的悖论 那第二个是在这样的悖论之下 我们第三势力的政党到底又肩负着什么样的使命 还该怎么样做调整 我们认为的三个发展的悖论里面 其中第一个是到底应该要追逐神量 还是应该要生根议题 那悖论之所以成为悖论就是不论从哪一个假设出发 都会得到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最终都会走到逻辑上为假的结论 所以提出来第一个就是我们在思考 我们应该要追逐神量还是要生根议题 因为政党存续的前提 就一定是要让选民能够记住 选民要能够看见 那如果一个政党的一言一行都只是围绕在一小圈的支持者里面发酵的话 那对大家来讲 这个政党基本上就是不存在的 因为看不到因为不会投下这一票 所以呢追逐神量就会变成第三势力政党又或者是所有的政党首要的任务的命题 也就是这样逐渐被建立起来的 但是呢在追逐神量的另外一个对立面就是要生根议题 我想大家也都很认同我们应该要挑选一件或者是几件事情 很认真很着力很坚持的去做 那一定会有一些人因为你的努力 因为对你这根议题上面的生根琢磨而认同 然后记住了你然后慢慢扩散出去了 然后建立一个从同心原事往外触及的这个支持的基础 但是呢在过去的这十年当中 我们看到第三势力在不同时期的发展策略也都很具体的展现出这样子的悖论 包括说刚才从2015年的时候 时代力量刚创党 其实我们比较是站在追逐神量的这一边 而绿色萌是站在生根议题的那一边 所以最后的选举结果追逐神量的这样子的论证就得到了选票的支持 但是 所以刚才有说过我们其实是有过灵魂交换的 然后到2019年的下半年到现在 时代力量在追逐神量之路上 其实就出现了一个劲底 那就是刚才蔡碧如委员曾经 比较生根琢磨的民众党 那我们也被民众党给打败给挤压了 所以在这个挤压过程的当中呢 时代力量就也被迫好像要向善 好像被迫应该要来生根议题 所以我们开始有意识地朝往生根议题的方式来走 包括像是大家对时代力量可能比较有认知的 儿哨的议题 交通的议题 居住的议题 劳动权益的议题等等 这些都是时代力量 在长达数年的慢性衰退之中 重新又找到了被支持的基础 然后也是我们的基本盘 所以我认为即便是在2024 是在我们大选的低谷当中 我们获得的这35万票 很有可能就是来自于我们这些议题的生根矛末 所以在乎这些议题的人 仍然会把他手中的选票投给了时代力量 但是我们也常常会在想的是 这35万票到底有多少是来自于2016年 绿色猛的30万票呢 又或者是有多少是来自于2016或2020的 时代力量的政党票 但是我想这样子的探讨 其实终究不会有一个明确的 或者是直接肯定的答案 那唯一能够知道的是 如果我们只追求声量 而没有生根议题的话 我认为它就会是成为难科一梦 终究会有泡沫幻灭的一天 然后生根议题如果不追求声量 那可能等到花儿都写的 我们仍然看不到开花结果的那一天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会一个非常难决定 和如何取得追求声量 和生根议题当中的一个平衡 那第二个发展的悖论之二是 要一人专断还是要集体领导 这前面其实有蛮多的夥伴们 都谈得蛮多的 那这部分当然也是时代力量的经典问题 因为从创党之初 时代力量的前辈就设定了非常清楚的目标 第一次选举我们就要取得一定的喜次了 所以当时就是把全台湾有知名度 有社会动能的有知知识 通通集合起来用一个明星队的方式 希望能够来突破新政党的知名度不足的障碍 那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当时有Freddy 然后有国昌 有慈庸 有显志等等 这些都是在当时的一号人物 然后也聚集在同一场选举当中一起来打拼 所以当时我们的选举结果的确是比预期的还要好 但是呢最有趣的是当时代力量带领的一群 所谓的明星队走到了立法院 明时代力量会认为说 我们应该要在这些明星当中 再打造一个最大的明星 让他成为超越立委量级 未来可以挑战首长的一个人物 才能有办法拉动政党政治继续往上走 那后来的故事大家也都知道 前面也有很多人点名过很多次了 就是我们的黄国昌前主席 他凭借他个人的力量 还有整个政党是非常有意识的 在集中聚光灯的情况之下 让他成为了时代力量的看板人物 可是很快的 刚才提到的明星队之间 也会有一些意见的分歧 路线的分歧 变成了整个明星周边的后援会 或是粉丝们 在相互攻击 相互讨厌的情况之下 最后这些落居下风的人 他们就选择了离开 然后黄国昌继续扮演的 一个人政党的明星的角色 那为什么一个人的 一人专断的政党没有办法持久 我们这边用的是一人专断 而不是一人政党 因为当时的确是有整体政治 还有整个政党的期待和策略 让他成为了这个大明星 那为什么一人专断的政党没有办法持久 最后会走向崩解 我们的监讨报告里面 其实提出了一些制度性的问题 那我们今天想补充说明的是 当一个人的政党 或是一人明星的政党运作 他绝对需要全力走向集中化 但是这样全力的集中化 就会让周边的人 可能觉得他在说什么 大家也听不见 大家也不愿意听 所以走向了自我放弃 而自我放弃的过程 就会变成是政党的潜规则 而后整个政党就会走向 是一个比较崇拜偶像 或者是用信仰的方式 在整合的方式 在整合的方式 在做组织 没有其他的组织方式 没有其他扩及量能的可能性 所以一人专断的政党的故事 就会是当他征服了所有人 然后也会失去了其他所有的伙伴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 如果我们在想的是 如果我们这样子的政党 能够看到这样的演变 然后有意识的继续改变 然后去创造一个集体领导的契机 那应该是活下去的 唯一的一条路径 所以反过来说的是 如果我们看到的是集体领导 或是集体政党 集体制的这样子的政党 可能会出现的就会是无效率 或者是成为一个无架构的 暴政的情况之下 那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因为政党组织里面其实不缺乏伙伴 但是缺乏是一个愿意扛责任 愿意问责 然后愿意做决断的机制 所以一个 所以这样子的机制 其实就会变成是 他仍然需要有一个集体的意志 但是仍然要有一个人 能够做下这样子的决定 所以即便时代力量早期 是希望能够一开始从一个扁平开放的领导制度 然后到后来逐渐的形成了 变成一人专断的政党 那这样子的运作 就会看到我们其实曾经从 共事决或者是希望能够从多人的角度一起来处理 变成走向一人专一人专断的政党之后 我认为现在应该要持续的回应 回来走到一个能够共同有意志 但是仍然要有一个人能够做下这样决定的政党 那这是我们自己在看待这个悖论的情况 那第三个悖论 其实我相信很多在座的第三势力 应该也都经历过世 我们要怎么样透过服务 才能够寻求他的支持者 当时包括我自己进入到立法院 就会很多人跟我说 你现在就要开始经营地方啊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主流的声音 觉得你应该要经营地方 你应该要生根 可是这个经营是什么经营呢 因为我们希望第三势力 新鲜的政党不要只靠空气票 不要只靠着网路上云端的空 声量就让大家看见之外 也应该要生根 应该要做地方服务 然后应该要学习蓝绿两党 在地方的这种选民式的服务 来满足这些选民的需求 才叫真正的生根基层 可是大家要清楚的是 我觉得不论是人力物力财力 我们绝对不如蓝绿两党 所以的确时代力量 曾经有这样子的动摇 然后我们也试图在地方很积极的跑动 很积极的看到说 希望能够私下过去看不到人啊 听不到声音啊 然后没有再跑啊不认真啊 没有要进行地方的这样子的标签 可是我们其实仍然施不下来 因为刚才提到的 人力财力物力其实都是远远不足的 我们绝对是没有办法 像国民党或民进党的方式 在做选民的服务 那开始有一些第三势力的政治工作者 就想说 诶 这样子的红海我们打不过人家 我们是不是应该去找蓝海 尤其是这年轻一代的选民们 他们需要的服务 可能不是我帮你瞧事情 可能不是我需要跑红白场让你看见 那这样的服务到底是什么 因为新鲜的选民 并不像上一代一样说 诶 凡是找明带瞧 或者是凡是找他就对了 那这第三势力的政党们的工作 政治工作者们一直在想的是 到底蓝海是什么 我们很希望能够透过一些 稳定的服务的需求的提供 稳定服务的提供去满足这些需求者 然后希望这些人跟我们认识 不是只有点头之交 不是只有看到你的出现而已 而是真的能够透过跟你的接触 找回他们的期待 找回他们的安心感 那对于时代力量来说 我们在看待过去几年 我们的确在跟新鲜选民的接触 很多都是来自于跟议题相关的 像我个人可能就会跟孩子 是很高度相关的大小事物 那其中又会是以不当对待 可能是为大众 但是其他的选民们呢 除了支持王婉玉的 或认同王婉玉的是来自于孩子们 那其他的新鲜选民们 他们需要的是什么 他们生活上遇到的这些困难 过去可能会被定位为私人的问题 我们未来有没有透过公共服务 或是公共政策的推动 让他们知道 其实这就是我们在做的选民服务 我们能够透过政策 透过议题 透过法律 让你们的问题能够被解决 这是我们一直在尝试突破的 那刚刚说 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三个悖论 来看待政治的发展 看待政党的发展 那这三个悖论 其实也不是只有时代力量 或者是其他第三次势力的政党 可能会经历的 老实讲在国民两党当中 也曾经经历过 然后也是持续会面对的 只是相对来说 他们可能因为够大 够有组织 然后也够有经验 所以他们比较能够在这当中 调整然后取得的平衡 所以接下来我想谈的是 第三势力的发展 和我们的使命 到底是什么 这是我们给时代力量的期许 和未来的方向 那也在今天做分享 给其他的政党们 一起来做个参考 所以综合刚才上面提到的 这三个发展的悖论 我们想告诉大家的是 台湾政党政治的发展的困局 以及第三势力 为什么会很频繁的起起落落 刚才社民党有分析的 其实是第三势力 不只在座的这几个 其实有十几个政党 都在这边当中挣扎 或者在这种当中起起落落 那我觉得第三势力 绝对不会是因为 它比较新 大家就觉得它会比较好 我觉得这还是一个蛮好的提醒 刚才前面也有提到 新华这边也有提到 那我觉得第三势力 应该要能够对政治的声量的部分 然后能够非常有掌握 见风插针的去发展到 重要的议题 然后同时要对 只追求声量具备抗体 因为我们必须要同时 要来处理的是 政策议题的深根 才有办法在当中取得平衡 而且是要一个 稳定的发展的状况 那第二个是 我们也必须要 抛弃掉一人专断 而走向集体领导 达到一个平衡的稳定机制 因为 也会以一人性一人网 刚才前面昆宇也有提到的宿命 这是过去我们一直在看到 第三势力的发展上 会遇到的状况 我们要必须让第三势力 能够有这个政治民心 但是不能只有政治民心 更应该要 透过这样的发展 吸引到更多的人才 成为一个非常专业的 政治人才的工作团队 才有办法让选民们 对第三势力是怀抱有希望的 看得到第三势力的发展 真的能够为他们的生活 带来改变 那第三个就是在于说 我们也应该要找到更多 开发和服务 这些信心选民的政治需求的方式 建立一起有意义的政治连结 不是在过去那种 我只要看到你 我只要拿到你的东西 拿到你的便当 我就会投票给你的这样子的选民 而是 信心选民的需求是什么 他们期待的服务是什么 我们要更清楚的去找到 然后要更积极的去找到 那当我们唯有能够处理 这三件事情的时候 我认为 就有可能有助于第三势力的发展 还有能够让台湾的政治 台湾的选民 是对未来的政治环境 对于台湾的未来是更有期待 而且愿意一起投下这一票 一起来推动这些事物的 然后让台湾是可以更好 然后自然就会来支持第三势力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三个悲论之下 如何在这当中取得平衡 又或者是找到每一个政党 应该要着力的比重 那我觉得是一个蛮重要的看法 我也希望借这个机会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谢谢 好 谢谢婉玉 那我们最后 请小明欧巴桑联盟的召集人林诗涵 谢谢 好 我本来想说排之后一个很好 我可以来做总结 然后殊不知现在有大潮食的情况 我觉得我要非常差快的语速 来让这一场的会 这一场的研讨会 能够顺利的在时间上完成 然后因为我们也很期待 听到接下来的 那总统老师啊 林佳和老师跟徐伟群老师的分享 这样子 所以如果我语速太快的话 大家可以去那个 Crowd call 掃一下我们的文章 然后可以去做一些阅读这样子 那小明欧巴桑联盟呢 其实跟在座的这些政党一样 我们其实都是在2015年 因为太阳化运动之后 其实反映了台湾整个世代差异 跟整个的公民运动的讨论 所以才成立的一个政党 那在座其实也不是包 也不是我们2015年啊 就是绿党是那个 1996年就成立了资深前辈这样子 那这些政党呢 就是从2015年 我们成立的这些政党 其实我们在2015年之后 其实可以看到 除了小明欧这种包装联盟 我们其他的政党 都有在整个的选举当中 获得立委跟议员的席次 那甚至我们时代力量 跟台湾激进 也在2020年的 不分区立委的选举当中 因为政党票超过3% 然后取得政党补助款 那这样一个百花其放的政治生态 我觉得在那一个年代当中 大家会对于台湾的政党政治 其实充满了一些期待 觉得说好像我们可以 跳脱蓝绿两大政党这种 被控制的这样的一个政治环境当中 可是呢 这样的一个政治生态 其实在2024年的年初的大选当中 就趋于停滞 我们在座所有的小政党当中 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是超过2%的 然后我们也因为这样子 其实没有人拿到政党补助款 我相信大家现在就是各种口袋 很羞涩的情况底下 在维持政党的经营 那所以我们今天这些歸零的小党们 共同坐在这边的时候 其实对我们来讲 我们应该再重新思考一个是 它应该不是个终点 可是它可以怎么样成为一个新的起点 那在这个新的起点当中 那小欧默在这边 也试图提出一个新的疑问是 台湾的政党政治将何去何从 那我们又会对台湾的民主 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好 那我接下来的分享 大概会先从就是 时代力量检讨报告去谈一下 小政党的这个经营上面一些困境 然后第二个我要来 第一个我想要来谈的 就是像刚刚所提到的 这些小型理念型政党的艰困的生存 那在时代力量检讨报告当中 我们可以反映出来 其实作为小型的政治势力 我们大概都面对共同的困境 那现在困境包括哪些呢 包括我们如何发展党员组织 如何取得 获取的经济资源 如何维持内部的稳定 然后同时之间 又要在强大的主流 政党的夹缝中 寻求生存的一个空间 那在这边我要提出一个 制度面上的问题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其实在整个台湾制度里面 选举制度里面 其实是有选举的 选举保证金制度 跟选举补注款的制度 那这两个制度 其实某个程度是希望 可以让台湾的选举政治当中 可以维持一个 看似民主的一个发展情况 那事实上 选举保证金制度呢 对于小政党来说 是一个非常伤很重的事情 以小民参政党报上联盟来讲 我们在这次的立委选举当中 提出了十三席的区域立委 十席的区域立委 加三席的部分区域立委 我们总共投入了260万的保证金 在2014年选后 这260万的保证金 一毛都没有拿回来 这已经占了我们当 就是2024年这个立委选举的 将近快二分之一以上的这个捐款了 所以民众愿意支持小民参政党报上联盟 投入这次立委选举当中 可是我们一半260万的保证金 全部都上缴国库了 那大家可以试想 以我们这样规模的政党来讲 如果这个260万可以成为我们 接下来这几年的政党运作的经费 其实我们可以活得更好 可是台湾的制度里面就是 没有办法去做保证金的调整 好 第二个就是最近吵得蛮凶的 选举保证金制度 选举补助款的制度 照理说选举补款的设立的初衷 是为了要确保选举竞争的公平性跟透明度 可是在现在的情况底下 就是大政党可以拿到更多的这个补助款 那像在座的这些小政党 我们是没有办法拿到的 那甚至像台湾基金跟时代力量 在这次选后进行非常大幅度的组织改造 组织调整 就是因为缺少了这样的一个选举补助款 来让他们可以维持政党的运作 然后我们之前有聊过选举经费 有种觉得小欧盟跟绿党好险都没有拿过 所以我们就是一直维持小规模的生存至今 就没有一种心很痛的感觉这样子 所以我们其实刚好今天就是民众党在这里 我们其实认为以大政党来讲 就是国民两党来讲 他们的确不会需要去考虑要去调整 选举保证金跟选举补助款的制度 我当时真的很想邀请民众党的那个立委伙伴们 真的好好思考一下 都是如果我们真的在看待应该要在国民两党当中 以外找到新的小政党出入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在这两个法案当中 可以有更多的调整 跟在这四年当中是可以有些改变的 好 那第二个就是刚刚前面一直不断在谈的政治明星 是不是要有政治明星政党才能够生存下去 我们其实可以看得到有政治明星 大概对政党来说就是一能在舟 跟一能复舟的一个情况 那小民参政我巴掌联盟我们在2018年参选以来 其实就一直不断在反思 明星跟政党发展之间的关系 那以我们过去的 应该每一个政党大家都可以讲出一些标志性的人物 不论那个标志性的人物现在还在不在 跟带来多少的上海 大概只有小民参政我巴掌联盟 大家现在想得出谁吗 当然我们是唯一一个没有政治明星的一个政党 所以其实我们也会感受到 在很多的选民心中 大概我们就是一群妈妈们组成的一个政党 可是这个朴实妈妈组成的政党 其实它反映的是我们其实也是来自于不同的行业 不同的社会阶层跟不同的家庭背景 那相较于台湾现在现存的这样的一个精进政治 其实形成了一个蛮鲜明的对比 所以以小民参政我巴掌联盟 这几年的发展当中 其实我们常常在选民的心中 会帮我们贴上一个比较基层跟草格 的一个标签 那同时之间我想对应刚刚婉玉提到的 我觉得以小民参政我巴掌联盟 我们的政治工作者同时其实就是人民 因为过去这些人民 他们没有想过自己要参政啊 没有想过自己要参与选举 没有想过要当政治工作者 所以他们就是从一个人民 一个选民的角色 一个新兴选民的角色 转换成为政治工作者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是不断在思考跟实践 到底这样这样的一个基层 草格的正当我们的政治工作 是什么小欧盟的最大的强项 就是我们可以把各种的社会 生活议题转化成一个 关注的社会议题 可是同时之间我们也会发现 我们怎么样在这个转换的政治 关注当中我们能不能够发展出 我们自己的政策论述 因为大家过去都不是相关背景的人 我们怎么样提出一个政策 怎么样提出一个草案 一个说法的草案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蛮重要的 一个学习跟一个历练的过程 那同时之间 我们其实在整个组织的发展里面 也非常努力的在维持一个 有效率的集体决策机制 我们的目标是要让每一个 这么草根根基层的妈妈们 都能够成为政治工作者 他们可以发挥自己的所长 成为政治参与的重要力量 那这是小米参政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持续努力的方向 所以其实在2024年的选后 就是我们的确没有拿到 任何的补助款 那也没有因为我们成为了 小小的第五大政党 然后就能够得到 多一点的捐款的支持 可是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我们仍然保持了 九个地方党部的运作 然后并且我们是在每个礼拜 都会透过线上的方式 进行更层级的一个会议 那这个过程当中 对我们来讲很重要的是 怎么样透过这样的线上的交流 去强化团队内部的学习跟交流 那同时之间 我们也会希望透过 地方党部的发展 去强化我们在社区活动 跟公众的对话 让更多的民众可以 让支持小欧某 然后也引发 他们我们所提出来的社会议题 民众的关注度 跟讨论是什么 那这个不仅是对政治工作的 一个探索 同时也是对我们 这样的一个政党的 一个自身身份 与价值的一个重新的认识 好那谈到这边 我要来回到 我在这个标题里面谈到的 到底台湾政党政治的未来会是什么 其实我们很想要提出一个提问 给大家在场的所有的 包括老师们 就是多党政治会是一个台湾的未来吗 刚刚从那个绿党分享到现在 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小党 都有各自的属性 跟更自强化的项目 跟我们各自所标志出来 我们关心的台湾的 哪样的一个进步架子 跟台湾的理念 那其实人民也是多元的 那我们认为政治也理应要反映 这样一个多元性 所以从2024年选后开始 我们这几个小党 我们大概就开始发展一些对话跟合作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起源于 我们想要共同坚持在台湾 主体性跟进步价值的一个政治理念 可是同时之间 我们在这个合作过程当中 也很清楚看到 我们在政治的想法上 跟怎么样去实践 我们的得到政治权利这件事情 每一个政党的方式跟思辨 都是有很大的差异性在的 所以其实在青鸟运动期间 小党曾经多次的联合召开记者会 在今明年的强热的推波阅底下 我们会要开很多次的讨论跟记者会 去思考我们要怎么 怎么在一个记者会上共同去呈现 可是这个过程非常的有趣 是我们非常清楚的知道 台湾就需要有代表不同群体 跟价值理念的政党一起去发展 所以其实我们虽然每个小党的背景 跟重点是有差异的 可是我们都在这样一个多元政治的环境当中 去探讨这个存在跟发展的可能性 那我觉得今天这些五行格小型的政党 我们今天同坐在一起 其实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 我们共同期望小党间的合作 是可以扩大泛南绿政党以外的政治势力 那这也是台湾为这个多党政治 未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途径 那讲到这个多党政治的话 我们就想要来回到这个研讨会的主题 是让台湾的第三势力真实存在吗 我不知道大家就是 大家应该都有相同的经验 就是虽然我们都觉得自己是第三势力 可是在选民的心中 其实我们不叫第三势力 我们要不就是泛南又不就是泛绿 在座的五个政党 大概都被贴过泛绿的标签 是吗 对全部都被贴过泛绿的标签 可是同时之间 只要我们批评了民进党 我们又马上被贴了泛南的标签 就是很奇妙 就是所有的选民都很喜欢帮大家贴一下标签 就是你不是蓝就是绿这样子 这时候这个现象 其实让我一直不断在思考 到底台湾有没有所谓这种第三势力的一种存在的可能性 不过刚刚潜优的分享当中 的确看得出来其实是有这个空间的 可是它太容易在这个 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政治现况里面 其实让小政党其实是非常的被前置跟左右为难的 所以对我们来讲很重要的是 我们第三势力如果真的要发挥作用 我们就真的要有一个更坚实的政治的主体性 扮演在演监督的角色 那在前几次的我们小党的讨论当中 大概比较定性我们自己的存在 就是一个本土的在野政党 什么叫做本土 我觉得是对应在现在的 就是不好意思 国民党跟民众党这种比较亲中的形象 我们希望能够更强化这个本土性 然后以及在民进党这样的一个执政党情况底下 作为本土的小党 我们会愿意扮演一个更积极监督的角色 去让这个民进党能够做好他的执政党这个位置跟 这个执政的工作这样子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我们会发现 这个其实就变是我们自己怎么去认述我们自己的本土在野性在哪里 我们关注的事情是什么 我们如何做好监督的一个角色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 也能够在这个过程里面去长期制衡这些长期 垄断台湾政治的两大政党 那我觉得再分析一下目前的第三势力状况 其实在2024年的大选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民众党是以第三势力为号召 吸引了其实国民党跟对民进党不满的这些选民 然后要升为台湾国会当中第三政党 可是我觉得有一点可惜的是 我觉得现在看起是第三政党 可是事实上在整个的所有政策论述里面 跟立法院的攻防当中 大概就是一个南白河流的情况了 就是我们目前没有办法看到 民众党扮演了一个很好的第三大党的一个角色 反而是在这过程当中 变成是南白河流的政治局势 那因为这种局势的发展 其实也是导致青娘运动爆发的一个主要原因所在 好那最后一个我要想的是说 刚刚聊到这么多可以看到其实政党的不同 它不应该阻碍我们的发展跟合作 和同时之间那我们要怎么合作 其实我们自己在这个过程里面 一直不断经验的是我们如何去开展这个对话 那我觉得这也是对应到青娘运动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立法院现在没有在对话 大家就是在攻防在吵架 在不断的争夺各自的利益 那小党们我们怎么在实现对话这件事情 我们在做的是 我们觉得民主它强调的是包容多元跟协商 在一个真正的民主制度当中 政党其实必须是愿意相互对话的 不论我们彼此之间意识形态 或者是我们的政策立场是怎么样的 带来一个分歧 那我们也很清楚的看见 在2024年到现在 接下来揭秘典可又会非常忙碌的情况底下 如果政党之间缺乏对话 政治其实就会走向极端化 然后这些对立的政党没有愿意沟通跟妥协的时候 就会让政策产生僵局 或者是社会对立是加剧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 这几年这段时间的社会分化的气氛非常的严重 同时之间也会让极端意识的形态 跟明确主义趁机兴起 它会很严重的影响到台湾社会的暗定 那我们认为民主的核心 应该是要在公共参与跟共同决策底下 所以政党之间的对话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体现 那选民也可以透过这样一个不同立场的政党 正在为了公共利益而努力 他就有助于民众可以提升对民主制度的信任跟支持 那只有当政党愿意相互对话的时候 这个表明各个政党能够理解跟尊重彼此的观点 进而产生社会的对立 那这个对于民主社会的长期稳定和发展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对我们来讲 我们今天这五个小党坐在一起 其实我们很希望能够为台湾的民主政治 做一个新的示范式 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背景 虽然我们有不同的价值 或者是我们关注的议题不太一样 可是我们拥有相近的价值理念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用民主对话的方式 去让社会不要一直走向一个撕裂跟政治极端化 而且我们认为只有政党之间这样一个对话 它才有可能让台湾的民主走向一个健康运作的一个根本保障 以上 非常谢谢施涵 那个我们时间已经严重超时了 但是slide上面的问题实在是非常非常踊跃 所以呢我决定要以主持人身份非常武断的选择两个题目 要求所有候选人都来回 所有的政党都来回答 因为里面有一些交集 如果跟个别政党相关的 攜带大家可以上去直接slide回应 或者是你们可以赌他们 赶快问他们这样子 但我现在挑的是每一个政党都需要回答 而且我相信大家都关心的 第一个是合作的问题 有不止一个在座的参与者请教 就是请问在座的各位政党代表 下一次选举的时候 这么多这五个政党是不是有可能合作 甚至提问的人提出非常具体的方向 是不是有可能区域式的经营 因为既然每个党都是小党 我们也很难全国性的经营 我们有没有可能谈好各个政党负责 所谓的责任区域 比如说确定就是这个区域有你经营 选这边的县市长以及这边的议员 那大家来进行某一种合作 有没有这种可能 那这是一个具体的方案 或者无论如何 共同的议题就是 请问接下来的选举里面 各位政党能不能一起合作 来称大台湾第三势力的空间 这是第一题 大家想一下 以及第二题 我帮大家提问的事情是 请问各位政党 既然都是所谓的理念型政党 都讲了很多你们非常坚持的 坚守的原则 请问在生存 跟你们的理想间 如果发生冲突 你们会如何抉择 比如说 如果你们政党的党纲的某个理念 就是违反主流名义 你就知道你在继续大声讲 就是这次会选不上 你会怎么抉择 或者比如说 如果你要选上 就一定要跟你很讨厌的大党合作 请问你会怎么选择 所以两个问题 第一个 请问接下来选举里面 各政党会不会一起合作 如何合作 大家有没有具体的想像跟方案 分责任区是不是有可能的 以及第二个问题 在生存跟理想间发生冲突的时候 请问各位理念型的政党代表 会如何回应选民的期待 我觉得第一题好像不用分开来回答 对 我代表吗 好啦我如果讲的不完整 你们再帮我补充 这样子 就是会合作啊 什么问题吗 好啦 开玩笑了 好好好 OK 好其实地方跟中央会不一样 就是大家可以去 就是如果大家都有在看我们的选举发展 地方的话大概 我先讲大原则 那细节一定要持续讨论才有意义 就是大家要找到共识这样 那也需要不是政党之间讨论 还有跟公民之间的讨论 就是应该是说本来就有一些选区 是有现任的小党已经选上的 跟有些选区是可能选的很好 差一点选上的 跟有些选区是 我们之前没有经过分析没有发现有潜在机会 大概有这几种可能 那这些选区有可能就会根据每个政党 比如说激进可能有他们自己比较常经营的选区 然后实力也有小奥蒙也有绿党也有 那我们大家会去讨论说 那是不是这些选区让这些候选人他们更早就可以开始经营 或者根本就已经有候选人在经营了 所以这个是我不确定这样是不是就有回答到网友 网友对不起 我们支持者要投给我们的那个责任区域的意思 这样子就我先讲这边讲到这边 对那再来就是理念的部分的话 就是因为对绿党来说 我们好像比较没有选上的压力 这样讲是不是不太好 对那我刚刚提到我先补充啦 就说好我快点 我看到瑞丽的眼神看着我 就是我所谓的绿党不用长很大的意思 不是我们不想长好不好 是说比如说每个大部分国家的绿党 大概至少有4%以上的支持者 对对我们来说我们会坚守我们的原则 我们坚守我们的核心价值 然后我们要进到国会 可是我们不用是最大党 我们也可能不用到前四大 大概第五大左右这样子 对大概是这样子的状况 所以基本上不太可能 为了选票去做很明确的冲突这样子 我说的就是在原则上 目前是这样啦 好我先讲到这边 我只很简短的就第一题 做一个很简要的补充 其实这个合作 我只要大家在价值理念上期待 但是一个最现实的观感就是 如果连同一个选区都互相竞争 那这个合作是假的 所以这个第一步 我们各小党之间有这个共识 无论如何要努力去达成 我们不会在同一个选区重复提名 那至于其他的理念的共鸣 共同的议题 然后故乡推荐站台 这是第二步 但第一步一定要先达成 没有第一步后面都是假的 好那 就关于那个生存跟理想如何拿捏的问题 其实政治永远是取舍 它不是零跟一百那么的绝对 它永远是取舍 这个复杂的世界 它是复杂的 所以永远它是要取舍 所以我刚才我前面 我没有报告到的就是说 我们台湾基金在 培训党员干部的时候 我们是以微博政治作为一种置业 就政治家必须要有 理性的判断的能力 因为这个世界是复杂的 经过理性判断以后 再来才要 同时是要为务实理想而现身的热情 所以这永远都是一个取舍 但我这样子的回答是很取巧的 那就是取舍 但是这里就有底线了 就什么是个政党不能够触碰的底线 那这样子个政党会有 那如果我们在联合的时候 这个底线如何成为共识 那是另外一个课题 那我也不能够去代表说 所谓小党联合去谈 这个所谓不可触碰的底线 当然不可触碰的底线 应该就不允许国民党加入 这没什么好讲的 那现在是说 那像台湾激情 那基本上就是说 像是台湾独立 或是说像转型正义 那这一点是没有什么好谈的 这是我们的这个底线 那至于其他的这个社会议题 那我不可否认说 政党在基于生存的时候 我们就是变成是说 在一些社会议题上面 我们要站到哪一 那个尺度哪里要站到哪一步 那这个的确是 这就是务实跟理想之间的一个 一个思考 那么台湾激情的过去 在这一点上面 其实是有所不足的 因为我们以前 我们基于一种 我们认为的大局观 我们在转型正义 在抗中保台 在台湾独立 我们时常激烈的批评民进党 比如说蔡英文 她去奖金国文化园区 去奖金国 进入图书馆的时候 我们直接说 她是开转型正义的倒车 所以以前我们是在这些议题 激烈的批评民进党 这一方面是给她 要做台独跟转型正义的底气 一方面这也是觉得是 台湾激进生存 这个立即是所在 但同时相对的 我们在许多许多的社会议题上面 台湾激进一开始的 我们的组织成员 是一群从欧洲回来的留学生 那是一个天然左的土壤 所以我们对于民进党 很多内政社会议题 是绝对是不满意的 但我们为了避免 避免民进党四面受敌 所以我们一直在社会议题上面 相对低调沉默 最多是私底下给民进党一些建议 但这个就最后造成了 台湾激进作为民进党 彻翼的形象 这是我们的困惧 那所以未来的确 我们会在这个理想上面 理想上面 其实是会有更多的琢磨 而这里也 相对于台湾激进的挫折与历史 这一点我们是幸运的 就是当我们在社会议题上面 去坚持理想的时候 这不是跟我们的生存冲突 这反而是台湾激进的生存之道 以上谢谢 在分区合作部分 当然跟刚刚激进的 激进这边讲的方式一样 就是基本上我们 以每一区的这个小党候选人 就是不要有重叠 这当然是最大的前提 那其他的在不管是 例如说要和共同提名 或者是说要有一些 各区的责任分区的部分的话 就是我觉得我目前没有办法代替 这个社民党的其他成员 就是有多做其他的发言 就是有多做其他的发言 对 所以这个社民党在这边回复 那在理念的部分的话 我觉得理念跟生存的部分 社民党从过去以来 一直都是坚持着我们的 不管是在统治议题上 或者说我们在环境议题上 反核的这个理念 或者说我们在人权上 我们强烈的支持FACE 这样的一个理念 在这些部分 我们在社民党的这个 不管是在政策 或者说在我们过去 一贯以来的倡议上 我们都是持续的秉持 这样的一个信念在前进 那我不认为说 在这个部分有所谓的生存 跟这个理想的一个禁足 因为在台湾是一个多人社会 所以一定会有人是愿意秉持着相同的信念 相同的光谱 然后愿意支持我们 像我们这样的理念型的小党 然后愿意跟着我们一起向前 然后去打造一个更好的台湾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 在台湾作为一个多人社会底下 必然的一个状态 必然的一个结果这样 所以我不认为说 这是一个所谓理念 跟生存的一个冲突这样子 刚才先回应一下 就是有没有合作的可能性 其实有已经一直都在合作了 从我们的青鸟运动的共同记者会等等 还有一些在议题上的发言 其实已经在合作了 所以问题比较不是会不会合作 而是会合作到什么样的程度 会有从议题上的合作 会有到我们是不是要共同的理念 共同的政见 共同的主张 到选区的协调 选区是不是要共同候选人 等等的可能性 其实都在讨论当中了 但是也让大家知道 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 之所以小党会变成是小党 就是因为我们大家都有非常多的坚持 和非常多希望能够捍卫的价值 所以有很多时候不是只有彼此之间的沟通而已 还有也要很多的对内部的沟通 这也是我们各党正在面临的功课 如何让这个合作可以持续的推进 然后必须要做好很多内部的沟通的功课 那我们希望能够朝着不同的面向 能够持续扩大合作的基础 那第二个部分是 在理念和生存之间要如何来做取舍 或者是会不会为了生存而放弃理念 我想它不是一个二者一的方式 因为再次的强调是 我觉得今天说是理念型政党的 这场研讨会当然就是因为我们在座的大家都 非常的在乎 而且非常坚持我们的理念 所以如何在我们的理念当中 让民众能够看见 能够理解 进而能够认同 我觉得这是我们生存之道 必须要找到的方式 所以应该是说我们如何在坚守理念之下 能够活下去 而且能够让大家认同 是非常重要的课题 它不会是二者一或是零跟一的取舍而已 谢谢 好 我觉得刚刚前面的伙伴们 就是伙伴们大家都回应了这个合作的议题 那我觉得它还是对应到我刚刚在我的分享当中 周面提到的 我觉得合作的最大的困难点跟最大的前提是 我们到底能不能够有好的对话跟沟通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在台湾过去的教育环境里面 跟台湾的民主环境里面 其实很少发生 所有的政党聚在一起就是互相喬选区 喬来喬去 所以我们刚刚在谈的都不是在喬选区 我们在谈的是 我们怎么在看待台湾政党政治的未来 跟台湾的民主政治应该要走向何去 何从这件事情 那因为我刚好在划就是slide的问题 我想要对应一个事情是 有一些伙伴们提到了就是课审会的事情 然后认为是 小欧盟派了党工去现场阻碍了现场的讨论 以及我们在操弄整个课程会的过程 我觉得它就反映了 台湾对民主的一个非常混淆的概念 好像是在这些政治议题上面 只要有跟这些政党靠近的人 就叫做这是一个政治动员 他就是一个党工去做了些什么事情 可是事实上那个过程里面 我先讲结论 就是当时在trait上发这些言论的人 后来私下都去找了我们当时 就是这些参与在里面的自学的学生们 包括国小国中高中的自学生们去道歉 他们认为他们不应该去做这样的言论 因为他们是在情绪底下去做这样的一个发言 那回来要讲的是说 他其实很明确的反映一件事情 到底我们的民主对话 只是在维持一个形式上的形式争议而已吗 大家可以看到立法院 他有非常的制度 在让整个的议场议 议场的讨论应该是要合乎规矩的 可是事实上我们如果没有去建立在于 那个彼此之间的差异跟落差在哪里 所以我们能够找到对话的可能性的时候 那个民主不会真实的发生啦 好那这件事情包括发生在课损会 也包括在立法院 也包括在我们接下来不断的 可能需要发展更多对话的可能性当中 那我会愿意此时刻 跟各位小党们伙伴们一起坐在这边 是因为我们真的很相信 台湾的民主必须要有这些小政党 去找出一种新的可能性 如果我们没有实践出一种 民主对话的可能性的时候 我们可以想像台湾 永远都会在这个 蓝绿二斗的情况底下 去发展台湾的民主政治 那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好事 它其实会很残害 我们台湾很重要的民主机制 那它就会对应到 那到底我们怎么在看待这些议题上面 如果跟选民之间 跟人民之间有差异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沟通跟对话 当然今天大家都在这边 我们理念行政党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坚持在 可是不代表我的坚持 就不可能去开放 跟不同意见的人 去产生对话的可能性 如果我们永远都把这些 对话的空间抹杀掉 认为就是要站个你死我活 站在黑白对立两面的时候 台湾就是会一直不断地 在社会分化跟对立当中 那以小民参政 我不知道是要联盟 我们过去这些妈妈们 我们在实践的就是 我们面对孩子 都要能够跟他们开产尊重 跟平等的对话的时候 为什么对于台湾的人民 我们没有办法开启这件事情 那这个其实是 我们小欧盟 这群伙伴们 会愿意投入政治工作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如果我们只是想要 获得自己的政治权利 跟利益的时候 我们真的大可不用花 那么多地去做这件事情 大家回去 回自己家庭 回自己的职场里面 去做这些 做我们想做的事就好了 我们会愿意投入在政治工作里面 就是因为我们期待 我们能够示范一个好的民主典范 给我们的孩子看见 让他们在看待台湾的未来民主 像你们一样年轻人的时候 是觉得他是有希望的 而不会一直不断在失望当中 去看衰台湾的民主政治 那这个是我们希望能够邀请大家 一起去邀请我们的政党伙伴们 跟邀请各位人民党伙伴们 一起去实践的一件事情 谢谢 好 非常谢谢今天参与的政党代表 还有我们在现场一起共同 创造今天的对话的伙伴们 那我们这第二场次的对话 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